好 马总统今天提出的两岸如果要洽签和平协议要先交付公投 不过学者认为和平协议的内容是什么 该怎么签 怎么执行 这些都要先说清楚 不然就好像是空投支票一样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马英九主动将民进党支持的公投 用在和平的议题上反将民进党一军 这将迫使民进党在这一次大选刻意模糊的两岸政策 无法回避 必须清楚表态 总统马英九抛出交付公投来决定两岸和平协议到底签不签 不过中研院学者徐思锦认为两岸是否签和平协议 国内看不出急迫性 但不排除因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明年要卸任 得交出对台成绩单 马英九不得不回应才有所表态 至于强调公投的方式 只是确认民主的程序 倒是和平协议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不能含糊 它是什么不是什么 它的界限在哪里 你不能让我们给你开张空投支票 到时候你里面东西随便乱填 除了和平协议该签什么 要怎么签 学者认为都得交代 还有到底能不能执行都是问题 学者强调不是马英九一句交付公投 人民就得买单 另外民进党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主张的公投 马英九主动抛出 政治学者施政风分析 这让民进党想反对都很难 同时也是在逼民进党将两岸政策说得更清楚 学者说将公投程序和和平协议挂钩 选战攻防和两岸谈判 国民党都算成功加了安全开关 对内对外进可攻退可守 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区隔宋楚瑜将选战焦点转移 让宋楚瑜的影响降到最低 介绍陈伯玉 台北报道